现在说到相声 大家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想到郭德纲老师 郭德纲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能够把中国的传统相声和富有个性化的创新结合到一起 并有所推进发展 也可以说是一位传承传统历史文化的励志性人物了 在肯定他文化艺术事业成功的同时 有不少人很好奇 郭德纲的桃心型发型究竟有何讲究 如今桃心发型已经成为郭德纲的标志 徒弟们看到桃心都发怵 哎呀那两个男的讨厌 我说刚刚怎么看着他我没怎么改说话呢 怎么还没走呢 大家都知道德云社的于谦老师有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烫头 时常被老搭档郭德纲用来调侃 可他自己却为什么要整了一个桃心型的特别发型呢 其实早年的郭德纲有很长一段年头里 都是那种浓密长发的造型 甚至郭德纲自己也说过 有一段时间里还留过所谓四六分三七分的发型 而早期的郭德纲和德云社创业还是十分艰难的 为了维持自己的事业 郭德纲不仅要经常四处奔波说相声 有时甚至还需要通过唱戏等演出来增加一些额外的创收收入 以此来提高自己在业内的名声和知名度 作为演员 形象真的至关重要 而头发自然会在化妆之列 留着长头发的郭德纲 时常为突出脸部特征而颇费周折 因为长头发需要打理设计 对他的化妆和勾勒出脸型都比较麻烦 为了省事 郭德纲就索性留了短发 而郭德纲的妻子王慧也赞同这一做法 并亲自为他设计了这一别致的淘心型发型 没想到这个别出心裁的发型 却让郭德纲整个人显得十分精神 从而受到了自己和大家的喜爱 郭德纲过去曾经说过 自己的头发多而密且长得很快 基本上每天演出前都要修剪 打理一下两边新长出的头发 重要的是 郭德纲人比较胖又爱出汗 再加上演出时特别敬业卖力气 就像他相声中说的那样 没有别的就是有一膀子力气 所以经常会在舞台上大汗淋漓 说的满头大汗 一头长发因汗打劫容易乱 比较影响形象 为此郭德纲干脆剪成了短发 妻子王慧给他精心设计的这个淘心型发型 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甚至还引领了时唱 还真有不少人效仿 古人原因贵人不顶重发 俗话也说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现在的时代也比较流行 画繁为简 简约而时尚是人们喜爱接受的方式 郭德纲的这种发型 无疑给人一种精明强干 聪明干脸的形象和感觉 显然十分招人喜欢 不得不说 王慧为郭德纲设计的发型 也为郭德纲赢得了很多人气 就连现在的粉丝给郭德纲起的爱称都是桃 让大家过目不忘 谁看了都想咬一口